同样也是爱心活动 桃园龙潭一家林木业者 连续第四季举办珍贵木材 异品的标售活动 将所得捐赠给弱势偏乡学校 而这一季是以老师 你还会回来吗为主题 凸显偏乡教师人才匮乏的窘境 而标售活动呢 透过脸书直播 吸引了许多的牧友 共襄盛举捐赠爱心 龙潭这家林木业者 连续四年举办取之原乡 回馈原乡工艺木材标售活动 前三季陆续帮助太安问水 复兴光华以及八人国小 这季要帮助的是复兴的高义国小 业者于俊宽将主题定为 老师你还会回来吗 凸显山上教育人才匮乏的窘境 高义国小目前有38位国小幼儿 单亲占三成 今天的义卖所得目标定为100万 希望能够顺利达标 准备的总价值超过200万以上的 这个拍卖物品 我不要多 我只要争取到能够到100万的水平 让我们全额的捐给他们 于俊宽在十年前 于龙潭成立快木博物馆 产赔两亿多 这两年靠着网路平台开创 事业第二春 在行有余力的同时 他发愿回馈偏乡 拍卖珍贵原木异品 包括这件取自太行山的 暴食癌薄作品 以及台湾扁薄金砖 还有两件昂贵的化石 将以临源起飙 千辛万苦运回来的太行山 矮薄的雕刻 硝难去做出来的一些加工品 比如说是这个城乡 还是一些 一些这个茶盘 什么之类的都有 拍卖的原木异品 也有来自社会的捐赠 像是这件扁薄金砖 就是由浊水溪木役协会所捐出 他们还加码捐赠凤尾流 今天特别北上运送 做工艺大家一起来 力量才够大 方块 一个是凤尾 方块 今天来这 到老了 余俊宽成立模拟沙卡粉丝页 目前累积粉丝接近50万人 透过网络结合大家的爱心 共同响应 现场将透过直播方式 由律师见证 所得全数捐出一毛不留 帮助原乡的学子 能够获得最丰富的教育资源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